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有幸受到冰封先生的邀请,来和大家一起学习齐笑舌疹的知识。我们先来学习舌疹概论。 中医四诊,即望、闻、问、窃,其望字居首,别有深意。按东方人的习惯,凡至高至上,及其紧要者,必至首位。 便却难经中有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功,窃而知之,谓之巧。 其谓,圣、功、巧者,皆是指人而言,俗称能功巧匠,但其谓之神者,则人神殊途,天壤之别了。 可见难经将望诊推崇到了旗帜。张仲景商函杂兵论也宰有,上宫望而知之,中宫问而知之,下宫脉而知之的说法。 正如林之汉四诊绝威所言,四诊为其皇之首物,而望尤为窃尽也。 皇帝内经曰:「是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凡病之所生,必先商及气,而后累其行。凡病之志,亦必先理其气,气顺,则行自便矣。 其气,其气之便,最先彰显于色,此时并浅而身独不自知。 往往闻之不觉,问之不应,脉之不显,唯望之可辨,其法至节。 故古人将望字列为四诊之首,其身意可知。 在望枕之中,望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蛇乃心之苗翘,而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微。 心一动,则五脏六腑结瑶。 脏腑有变,以心病当先。 脏腑诸疾,当以心翘最显。 俗谓秦贼先秦王,其王者心也,心之苗翘,蛇也,熬世伤寒金镜鹿续云。 古人为望而知之,为之神者,非只望其面色而已。 凡蛇胎、毛发、筋骨、齿甲之类,据包括于望字之中,但望色不及燕蛇。 傅宗元蛇胎统治中云,无论外感内伤,以查蛇为罪有凭。 在清代杨云峰林郑验蛇法中,载有,蛇者心之苗也,五脏六腑之大主, 七气通于此,七窍开于此者也。 查猪脏腹徒,脾肺肝肝肾,无不细根于心,和猪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通于蛇。 则知经络脏腹之病,不毒伤寒发热,有胎可燕,几凡内外杂症,也无一不成其形,着其色与蛇也。 据蛇也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烟,据蛇也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烟。 据蛇也分脏腹配主方,而脏腹不差,主方不悟烟。 危急疑难之亲,往往正无可参,脉无可按,而唯以蛇为凭。 妇女幼稚之病,往往闻之无息,问之无声,而唯有蛇可验。 颜面利寿风吹日浊,脂粉遮掩,多有失本真之色。 而蛇,居于口腔之内,受外界干扰因素甚少,固显诸相,较望面色为优。 且面部弃血,眼于肌肤之内,而蛇无皮,仅以半透明之粘膜,包裹其上。 故诸细微之改变,昭然若皆,展露无疑。 望蛇较之于妾脉,其脉上隔皮,医者又以指腹下神经已感受之。 树皮相隔,如隔沙探物,岂得真容。 旷卖力优微,苦难其别,纵使数位一家,同诊于一人,其结论也往往难以尽同。 人之触觉,远叫视觉迟钝,如人之闭目前行,仅靠听觉、嗅觉、触觉,肩色可知。 纵使有人搀扶,也会十分迟缓。 若睁开眼睛,一切通彻,心中明了,必训捷而精准。 故目视直观清澈,美胜于手揣心猜。 况且脉象难于留正,文字图画,艰难止寿,时隔多日,则难以比较,而蛇象可拍照保存。 纵使相隔甚久,也可将前后的蛇照加以对比,清晰明鉴。 蛇诊原理,凡事之欲发者,必有其先兆之应。 望月之迎缺,知朝之掌退,观云之浓淡,小天之情语, 占星斗之运转,明似时之吉凶。 查人之气色与胎蛇,可现葬府之安阳,疾病之由来。 事故人身诛病,已发或愈发者,亦必有外应于人身也。 盖有诛内者,必行于诛外。 或蛇,或脉,或人体诛部位,皆有应眼之期,此一定之离也。 古圣先贤,欲蛇为静,欲意颇深,其静者,应舍之物也。 所应之物,与本源别无二致。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有经络,经脉,直接或间接与蛇相连。 如皇帝内经所言,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落,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杨云峰,林郑燕舍法一云,查诸葬府图,脾肺肝肝肾,无不细根于心,和诸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痛于蛇。 观诸葬府,皆居胸腹腔内,七横之脑也居于炉腔之中,胞宫纳于盆腔,而蛇居口腔之内。 与诸葬府所居之近況颇四。 却蛇开口于外 细人体唯一外露可见之内脏矣 蛇与诸葬府同居而共生息 其上细脑随下连诸葬脉络络身 彼此互通 故葬府的圣衰内外诸邪 无一不展其形色于蛇上也 犹如草木之根叶一体之两端 根状则叶茂根衰则叶枯 望蛇之外在犹如观脏腑之内里也 植重根本无所遁形 根据蛇枕的需要 长江蛇体划分为三个部分 即蛇前蛇中蛇后 蛇前与蛇后也可称为蛇肩与蛇根 不过在我们的蛇枕体系中 蛇肩专指蛇顶端的小部分区域 蛇根专指靠近蛇后圆的一小部分区域 如此规定更有利于对蛇相的精准的描述 也有利于后续内容的学习和理解 除此之外 蛇两侧靠边缘的部分称为蛇边或者是蛇侧 蛇中心部分称为蛇中 覆盖蛇胎的一面称为蛇背 也称为蛇面 在蛇根到蛇尖处 有一纵型的结地组织 行凹陷成钩 这条钩称为蛇正中钩 也可以把它称为蛇正中线 或者是蛇中线 此区域也可以称为蛇脊 在蛇下静脉的一面称为蛇腹 也称为蛇底 若单指蛇下静脉而言 则称其为蛇脉 蛇落或者是蛇下静脉 蛇下落脉等等 蛇背粘膜上有很多的突起物 称为蛇乳突 按其形态与分布不同 可分为丝状乳突 迅状乳突和轮廓乳突 叶状乳突等 构成蛇胎的主体是丝状乳突 我们经常看蛇面上有很多的红色的点状物 这是蜀状乳突 也称为菌状乳突 在蛇根的边缘处 有轮廓乳头 临近人字形借钩处 是蛇面上最大的一种蛇乳突 带蛇边的两侧边缘 还有叶状乳突的分布 不过成年人大部分已经萎缩了 对于蛇诊来说 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 丝状乳突 殉状乳突 还有轮廓乳突 我们再来看蛇反射区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 实践验证与总结 蛇上的各个器官组织的反射区 被逐步的确定了下来 从脏腑的定位 再到五官 四肢 骨骼等等 每一个位置的纠错和确定 都凝聚了无数的血汗与付出 并且仍在不断的进行完善之中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奇效蛇诊的蛇反射区图吧 观蛇形 观蛇形即对蛇的形状 形体状态 如厚、软、硬、大、小、胖、瘦、高突、凹陷 蛇体及蛇中线的中正与歪斜 蛇体运动的灵活与呆板 持重与短缩等观察 观蛇形对于观蛇诊病 病位的确定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观蛇尖 蛇的顶端称为蛇尖 对应人的颠顶 即头脑之所在 传统中一认为蛇尖对应于心 心主血脉与神智 为君主之官 而脑为心之落属 为百神之慧 心为神明之所出 脑为神明之所使 神藏之所在心 神用之机在脑 顾舌尖为心与头脑 所共属业 脑位于头颅之内 头为珠阳之慧 凡五脏之经 六腑珠阳 十二经 三百六十五落之气血 皆上注于头 从现代医学来说 脑主思人的精神思维 支配运动和感觉 是生命之书机 脑的功能正常 则精神饱满 意识清楚 思维敏捷 情智正常 耳聪目明 记忆力强 动作灵巧且多力等等 若脑的机能失常 就会出现 久俏不利 感觉障碍 运动不能 倦怠乏力等症 望人之面色 应以鲜明光泽 红黄奄奄为佳 眼神明亮有神 均细脑随充足 精血旺盛 五脏调和之相 以舌相而论 舌尖应以鲜明圆滑为佳 不易出现齿痕 鱼斑 盲刺 也不易过度的尖锐 缺损 勾猎 生胎 等等 这些 结属病态 均与心脑 病变相关 头部的 附属器官 如眼 耳 鼻 口 舌 等等 这些主管着 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等 这些器官 皆有筋脉 连通于脑 故 这些器官的病变 也可通过 诊查舌尖 而获知 舌尖常见 舌型的改变 主要有三类 凹陷 高突 平直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张图 在学习齐效舌尖之前 我们先要记住一个舌尖的原则 即高突为实 凹陷为虚 高突为气血弹灼等 预知 结据所致 故为之实 凹陷为气血能量之不足 故为之虚 舌尖的凹陷 就是心和头脑虚了 虚即虚少不足之意 什么不足了呢 从传统辩证来说 就是心之烟阳气血的不足 导致了心所主司的各项机能的衰减 如舌尖蛋白多数心阳不足 气血亏虚 舌尖红翅多为心阴不足 心火抗生 更精微而言 舌尖凹陷即脑随空虚 这样的诊断呢 范围就被拓展 而且精准了很多 若凹陷小者 都表现为精力不足 睡眠欠佳 头晕健忘等症 如灵书经所讲 虽海不足 则脑转耳鸣 尽酸炫茂 目无所见 懈怠安卧 其凹陷大者 反而多以试睡来求诊 这种试睡 其实也是长期的夜眉不安 缺乏深度睡眠所致 晚上休息不好 白天当然就要犯困了 虽言其试睡 实则不能安睡 其睡眠清浅 且夜梦连绵 睡醒之后呢 仍然和没有睡过的一样 神痞体倦不解 这是机体长期处于 透支状态的表现 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好睡眠 若舌尖红翅 回点秘籍 为心火抗盛 那么什么是回点呢 我们来看这个回字 回者 左边一个火字旁 右边一个有没有的有字 回者 有火也 他的本意呢 是指火光之色 所以呢 回点主 欲热之症 主火热之症 其声带舌尖 就是心热 心火 其热扰心神 就会出现 烦躁易怒 心计正冲 甚则 惊风 抽搐 等表现 若回点侵入 咽喉 肺息 则是火热 灼肺的表现 我们知道肺属筋 而五行之中 火是刻筋的 那么回点是属火的 回点侵入到了 肺部的反射区 就会容易出现 咽喉肿痛 咳嗽 气喘等症 散在的回点 多为 过敏体质 预热生风 容易出现皮肤搔痒 或过敏性疾病 这些内容呢 将在以后的章节中 我们再做详细的讲解 我们再来看舌尖高突 舌尖高突 为心肝气盛 上冲头脑之相 会出现头晕头痛 双目干涩 甚至红翅肿痛 失眠经济等症 古有怒发冲冠的词汇 冠呢 就是头冠 相当于帽子 也就是人在生气发怒的时候 冻肝火 肝火上岩的时候 就好像那股气 那股冲劲 把帽子给冲掉了 所以他把舌尖就冲的 冲出了一个尖 是尖锐的 这个怒发冲冠 实属贴切 我们来看这组对话 学生问 这个舌尖不规则 为什么没有头痛 头晕呢 我回答 头痛呢 大多会舌尖高突 舌尖凹陷 都会失眠 舌尖平直呢 都会 头脑昏沉 舌尖的改变 肯定是 心 头脑的病变不假 但并不一定 就会头晕 还要具体的情况 具体来分辨 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 舌尖的改变呢 确实主病在头脑 何以能变其失眠 或试睡 是头痛头晕 还是头沉 此鉴别之要点 全在于对舌行 特点之把握 以及胎痴 纹络 整体的掌控 所以我们通过望舌 就能确定其病因 病位 病性 以及愈后 是肝阳上抗所致 或是 弹尸 蒙蔽轻翘所致 疾病进退 趋势等等 诸如此类 均可从舌尖的变化上 诊查而知 我们再来看这组对话 患者说 李老师您好 劳驾给我看看病 我说 颈背痛 胃胀 睡眠不佳 患者反馈 正确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患者舌间凹陷 所以睡眠欠佳 舌边高损 所以 肝气淤质 舌中的凹陷 为脾胃虚弱 木胜而土虚 皮土被肝木所称克 故皮韵时丝 胃胀大畅 舌中线及舌正中沟 是脊椎的反射区 此处呢 出现裂纹 是脊椎的问题 所以呢 会有脊背的不适感 当裂纹出现在舌中 还代表着胃胀 慢性胃炎 等急患 其他的还有很多问题 都可以深入的分析 其他的疑惑呢 我们将在后续的内容中 逐一简开 在此呢 不多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 舌间凹陷 虽多为失眠之症 但临床之中呢 又有一些情况 需引起注意 什么呢 当心的社会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 生活起居失常 熬夜晚睡 非带体力不支 方才就寝 特别是年轻人 你若直言其失眠 大多会给予否定 或者自速 睡眠极佳 然而并非是 没有失眠之症的 而是患者被假象所迷惑 因为他们晚睡 你这个时候可以 详细的问问他 几点睡 几点起 他可能会说 凌晨两三点睡 中午十二点左右起 你如果叫他早一些睡觉的话 比如说 十一点入睡 他定当是 辗转难眠 因为患者长期熬夜 其身体的节律是紊乱的 熬夜与失眠 他们的病理结果是一样的 均会导致舌间的改变 二者呢 他的基本的病理病机 都是在暗号心脑的气血 所以呢 我在临床之上 我不常讲对方是失眠 我经常说是睡眠不佳 这个不佳呢 他分很多种情况 比如彻夜不眠 是睡眠不好 啊 或者可以入睡 但是容易早醒 比如两三点就醒了 啊 有些能睡着 有些醒后就不能再睡着 或者呢 睡眠时间不足 或者呢 能睡着 但是整夜的做梦 这些都会影响到睡眠 这些呢 睡眠都不算好 所以这些都是睡眠前将 舌枕精准之密有二 茶蛇望色之技术也 表达沟通之技巧也 得此真传 必如有神助 我们再来看苹果蛇 有些蛇间凹陷明显 且凹陷处光滑圆顿 就像生来如此 而不是因为牙齿或者是外力影响所致 这种蛇形类似于苹果的底部 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苹果蛇 我们之前讲的舌间凹陷的边缘 形状是不规则的 就像苹果呢 被咬掉了一口 留下了牙印的这个缺口 而苹果蛇的边缘是圆顿光滑的 二者有明显的差异 不难分辨 这种蛇像呢 既不是失眠 也不是试睡 或者说 睡眠问题不是苹果蛇的主阵 这种蛇形 成年人多伴有腰痛的表现 所以我的学生们呢 也细称此蛇为屁股蛇 但这并不代表着蛇间 就是臀部的反射区 苹果蛇出现腰痛的原理是什么呢 苹果蛇是因为 先天性 新阳不足所致 这类人群很容易出现心脏疾患 新生儿时期 患儿会有不同程度的漏斗胸 也就是呼吸的时候 胸骨啊 过度的凹陷 大部分会随着他的一个身体发育 而恢复正常 这呢就像一个气球 如果里面吹的气少 这个气球呢就骤扁 如果气体充足了 这气球自然就鼓起来了 那么这呢就是漏斗胸的一个治疗思路 等孩子会说话的时候 还容易出现口齿不清 尤其是难以发清楚这个翘舌音 另外呢也容易出现口吃的表现 当然这一些可能会随着身体的发育 逐渐的好转 现代医学说呢 这是由于蛇细带过短所导致的 属于正常 只要不言想讲话呢 就不用治疗 但是对于奇效舌诊来说 这是具有病理意义的 并非正常 苹果蛇凹陷虽然严重 但是其腰痛并不严重 它是一种虚症 以眼痛为主 洗温洗暗 劳累后加重 休息后缓解 准是先天禀腹不足 心阳素虚 无力温暖肾水 而导致肾水虚寒 因为腰为肾之腐 寒性收隐 所以筋脉不利 淤足不通 而发生疼痛 既然肾水虚寒 所以青春期的男孩 容易出现梦夷滑精 成年人呢 则容易出现早泻 小便 以及性功能 生殖系统问题 说到睡眠问题呢 苹果蛇的患者 大多有心神不宁 注意力不集中 睡眠清浅 每天昏昏沉沉 是军火不明 向火失味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 凡是向上的 向外的运动 称为羊 既然是心阳不足 也就是他向上的 冲气的力量不足了 所以在胎儿的时期 就没能冲出来一个舌尖 这与先天肾气不足 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苹果蛇患者 一定要格外的 顾护他心肾的阳气 有很多蛇针理论呢 讲先天性猎蚊蛇 先天性齿痕蛇 先天性地图蛇 都是正常的 并不做病理看待 也无需治疗 别人一只手 五根手指头 而这个六只 他有六根手指头 这也能说是正常吗 为什么别人的舌头都有尖 而你的却没有 难道先天的就代表正常吗 显然这个结论 是极其荒谬的 能不能治好 用不用治疗暂且不论 但这种对医学的态度 是有问题的 医学应该是严谨的 在我们的蛇针体系中 没有先天正常的说法 正常就是正常 不正常就是不正常 我们来看下面几组对话 这个学生说 请老师赐个方子 我说腰痛吗 对方反馈 是的 这个蛇像呢 就是苹果蛇 所以呢 我直接说他腰痛 我们再来看这组对话 患者发来一张蛇像照片 问这种情况是什么 我说干预火旺 腰酸腿痛 睡眠不安 颈背痛 患者反馈 我找了这么多医生 你是第一个 能把我的症状 全部说出来的 谢谢医生 是的 在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中 对蛇针 有着自己的领悟 与追求 传统中医蛇针 往往使用 晦涩难懂的 中医术语 患者无法理解 对于临床指导意义 也不大 而我们的通过通俗易懂的症状诊断 令患者听得清楚明白 拉近了医患的关系 也能更好的指导临床诊疗 我们再来看这组对话 患者说 麻烦您能帮我看看舌头吗 我说 头痛 早泻或胰经 腰痛 睡眠不佳 大便 黏泥不畅 患者反馈 头痛有时会有 早泻一经都会有 睡眠一般 通过望蛇诊断 与其症状 完全符合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个蛇像呢 也是一个苹果蛇 所以呢 容易出现肾虚 腰痛 早泻一经 睡眠前加等症 蛇前的边缘的淤血点 是头部的 气血淤质 所以呢 断气有头痛 蛇后面呢 蛇苔后腻 是肠道速变残留的表现 传统中一讲呢 湿性粘质 所以呢 断气大便 粘腻不畅 这位患者呢 腰椎处有杂纹 是腰痛的真相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 腰痛的其他的摄像特点 除了苹果蛇 除了苹果蛇与腰痛有关之外 腰椎处的裂纹 对于腰痛的诊断 也尤为重要 如果说苹果蛇 代表的是腰痛 是肾虚性的 是功能性的 那么这腰椎处的裂纹 大多是代表气质性的问题 比如我们看这张蛇图 我们知道呢 蛇针中线 代表的是脊椎 这蛇根部位呢 就代表的是腰椎 蛇中线上有一条裂纹 正好是在腰椎的位置上 这位患者 是腰椎肩盘突出症的患者 他的蛇中线中前段 也发生了偏曲 有浅浅的裂纹 所以颈背部 也会有不适感 以裂纹的深浅程度来看 其腰椎的问题更为突出 我们再来看这组对话 患者说 老师能给我看看吗 我说腰痛 对方反馈 是啊 厉害 其他的群友说 要是中医医术 都有你这么厉害 中医振兴就有希望了 关于蛇像裂纹的形成原理 蛇正中钩的具体的诊断方法 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中 再学习 目前呢 仅做了解 我们再来看 舌尖与五官 头脑的病变在蛇间正中针扎 或高突或凹陷或其他病类改变 若不在正中 而在蛇间的两侧的 则多为五官的病变 五官呢 即眼睛 耳朵 鼻子 口 蛇 蛇中线的顶端是鼻窍 鼻两侧是眼睛 再远处是耳朵 或者将舌尖分成三份 每一份的这个分线处 就是眼睛和耳朵的位置 双眼之间呢 就是鼻子 但舌尖有宽有窄 有胖有瘦 具体应根据舌尖的大小比例 灵活掌握 根据凹陷为虚 高突为实的原则 五官疾病 多以虚症居多 所以在舌尖的相应部位 多呈现以凹陷的改变 也有一些呢 实性的病变 比如 肌肉 肿瘤 眼压增高 等等这样一些 痰与组织性的病变 也可表现为 局部的高突 我们看这张图 其舌尖 眼驱明显的凹陷 这为视力下降 趋光不正 我们看呢 这个患者佩戴了眼镜 也就心里清楚了 这个答案肯定是正确的 其耳部凹陷 所以会有耳鸣 听力下降 舌前高突 会有胸闷 精前乳房胀痛的表现 他舌中凹陷 为脾胃虚弱 皇帝内经讲 头痛耳鸣 久俏不利 肠胃之所生也 脾主生轻 胃主降灼 脾胃虚弱 则舒积不利 清阳不生 灼阴不降 五官清俏 被痰灼 所充塞 所以呢 久俏不利 耳发声 耳鸣耳聋 鼻塞喷嚏 事物昏蒙 等等表现 何处发生变动 何处便是疾病之所在 观舌形 已知其病位 观舌胎 之厚薄 腐腻 偏拳 花拨 黄白 灰黑 蛇智 之红白 青紫 灰点 尾炮 淤点 裂纹 脉络等等 综合分析 加以辨别 其脏腹寒热 表里虚实 烟阳偏颇等 昭然若揭 林郑 故可方寸不乱 舍疹之药 莫过于此 我们来看这则对话 患者呢 发来一张舌图 我说 右耳 耳鸣明显吗 对方反馈 我右耳中耳炎 您真厉害 这张舌图 也是比较典型的 其舌尖的右侧的耳躯 舌型呢 有所改变 且局部出现了数个暗褐色的淤血点 这是淤血组织耳落的表现 其左侧则没有 说明了他的右侧症状更明显 而左侧基本无碍 此患者医院检查为 右侧中耳炎 以右侧耳鸣 伴有疼痛为主张 其淤血组织耳落 淤血组织耳落 淤血组织不通 不通则疼也 另外呢 其舌红 而两侧与舌前高损 是心肝火旺 火性炎上 所以呢 灼伤耳翘 我们再来看这组对话 这位患者呢 发来一张舌图 患者问 也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舌相 李老师 我说 有皮肤病吗 对方说 有点痒 但不是过敏的那一种 目前呢 产后三个月 我说 患者呢 肝血不足 偏烟虚血瘀 睡眠不好 心肌头晕 上肢疼痛 口肝便秘 肤胀消化不良 容易乳汁不足 左侧耳鸣 对方反馈 对呀 耳鸣 这个是他好多年的问题了 虽然不算严重 但是一直反复 李老师好神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舌相 其舌红胎少 舌长而瘦 是肝咽不足 咽不知痒 向火妄动 肝热生风 上扰 鼓动耳膜 所以耳鸣如铲丝 其耳驱形状呢 像刀切了一样 并且呢 有圈状的纹理 若不细心的观察呢 则难以发觉 而舌枕如神者 皆善于观察之危 往来于内外之间 故可点其要害 一招至底 舌尖与眼睛 我们再来看舌尖与眼睛 我们来看这个舌相 这是一位白内障患者的舌相 其左侧重于右侧 观此舌尖左右各有一凹陷 以左侧为重 此凹陷处呢 相当于眼睛的位置 在凹陷处呢 还向各自的后方 延伸出一条沟 左侧的沟呢 要长于右侧 这两头沟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视神经 根据我的观察 但凡是眼疾 影响视力者 多有此沟 或深或浅 无一例外 这也是眼病和耳病鉴别的要点 我们来看这个舌相 这是一个学生 换了眼底出血 我呢 给其小柴胡汤加点治疗 仅服药一剂 眼底出血明显好转 从用药前后的对比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左侧呢 戴眼镜的这个照片 是服药前的 眼白呢 大部分已染成了红色 右图呢 是服药后的 出血范围明显的缩小 之前的淤血 也已经吸收大半 并且头晕头痛 颈椎不适感 也基本消除了 我们把舌尖放大后 再看一下 白色的大圈里面 就是舌尖的 基本的一个轮廓线 我们发现整体 还算是圆顿的舌尖 在右侧的一个小圈内 凸出来了一块 这凸起处就是眼镜的反射区 我们之前讲过 凹陷为虚 高突为实 这眼区的高突 就是偏实的病症了 为何这里会凸起呢 我们知道陈旧的轮胎 在胎内的气压过大 或者是高温环境下 就很容易 鼓出一个包 哪一段呢 它的一个结构 失去了稳固 就会在哪里鼓包 这眼区的凸起 也是同样的道理 患者舌边 及舌前 高损 肥厚 是心甘气盛 朱丹西说呢 气有余便是火 在高温与压力下 身体哪里的机能薄弱 哪里就会出现问题 气破血型 火热上宫 最终呢 导致血液脉外 出现眼底出血 离经之血 便是瘀 所以呢 在眼区出现了数个 溢血点 在出血之前呢 这个点呢 是红赤色的 等出血之后 颜色逐渐的变深 这是由血热 演变成血淤的过程 我们再来看这个 舌相 这是百度贴吧里面 求助舌疹的一个患者 我说 肾经受损 防劳过度 或手炎伤肾 胃之气炎两伤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清光眼 眼障 头痛 耳鸣 鼻炎不适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舌根与舌边 两侧大面积波胎 以舌根为重 大凡波胎呢 都与肝 肾 胃 相关的 究其原因呢 不外乎是 气恶经伤 气急组织 筋液受损 容易出现呢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这是非常常见的 舌根波胎 伤及肾经 两侧的波胎呢 损及了肝阴 肝肾亏虚 脑髓不足 目失所养 水液呢 分不异常 加之 耳目区域 它的改变 所以断其清光眼 眼障 头痛 耳鸣之症 果然是正确的 患者反馈 太准了 佩服 连清光眼都看出来了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 奇小蛇诊法 由于时间的关系 蛇诊内容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观蛇用药法 我们来看案例一 患者张某 于10月10日求诊 说 李老师 您受累 有时间帮忙开个方子 我本人患有阳尾 我给他的处方 柴湖12克 葛根15克 桂枝 福岭 厚破 玉金 环牛膝 桃仁 牡丹皮 各9克 一共6剂 患者11月6日 复诊时反馈 李老师您好 吃完您开的药之后 有精气神了 头脑更加清晰 吃药期间 空腹血糖 有之前的8点多 下降为空腹血糖4点多 并且有沉薄了 您看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我主旗服用原方 再服6剂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患者的舌相 和处方用药的依据 患者舌尖部 瘀点比较多 所以呢 以桂枝福灵丸 作为基础方 这个在这个方子里面 桂枝桃仁 既能温精活血 至少牡丹皮 也能够凉血散余 桂枝福灵 能增强气化水尸的功效 对阳虚尸盛的胖大蛇 齿痕蛇等等 有改善作用 患者呢 舌中高突 是脾胃欲致 中焦枢纽不力 脾主生轻 胃主降灼的功能 受到影响 所以会有神脾体卷 我们根据这个舌行的特点 可以加用厚破 或者是白纸来治疗 用以形器消肌 下气化痰 舌跟两侧凹陷 且两侧的舌不对称 这是肝肾亏虚的表现 患者呢 会有腰细酸软性功能下降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他 怀牛膝 续断 山鱼肉 地黄等来治疗 具体呢 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的轻重 以及烟阳寒热的偏颇 来辩证选用 患者舌脊中后部 也就是舌正中沟的 这个附近 以及舌根部 有一些杂纹 舌两侧边缘高损翘起 为肝气预制 可以加预巾来治疗 预巾呢 可以清理肝胆 解预 行气 并且兼有 活血除痰的 化肌 消症的 这样一些效果 舌脊的异常 可以加葛根 它可以去除脊背部的 不适感 另外呢 需要注意的是 患者舌中部的横纹 再加上患者舌面 筋液匮乏而干燥 是一线功能受损的表现 筋液的多少 啊 即舌面的干燥的程度 与血糖水平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 血糖越高 舌面就越干燥 反之则越湿润 糖尿病呢 相当于中医的消克 因为口干少筋 所以才会口渴 所以呢 舌面筋液的干燥程度 是评测 血糖水平 非常简易直观 而快速的方法 从现代药理学研究来看 葛根 郁金等等 还有降糖 降脂增加 心脑供血 以及抗抑郁的功效 当然我们临床的 并不需要考虑这一些 我们只需要 观舌用药 因为症状 舌相与药物治疗 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就像我常讲的 有其舌 则有其脉 有其脉 则有其症 有其症 则用其药 简单的说 就是无论凭脉用药 还是凭舌用药 都是可以的 并且呢 我再不断的 践行着 药 仅九味 一共九十克 看似平凡的药物 却能达到不平凡的治疗效果 精简 低廉 高效 是我一直 所追求的 我们看用药前后的舌相对比 服药后 高突的舌中 逐渐的变平 舌面 也比前面 变得湿润 说明血糖 开始下降了 趋于正常 舌两侧的淤质 也逐渐变得圆顿了很多 舌两侧 逐步的对称 舌左侧为阳 右侧为阴 我们平时说的 阴阳失衡就会得病 那么这舌两侧的失衡 就是阴阳失衡所导致的 左右两侧对称了 就是阴阳重新恢复到平衡的状态 并且患者轻子怒张的舌底落脉 也变得变细 变淡了很多 也说明患者的淤质 正在慢慢的好转 观舌用药 案例二 我们再来看这个病例 患者于11月14日求诊 症状为头昏 头晕 咽喉肿痛 口苦 那叉 症状鼻涕 常年偏头痛 李老师麻烦给开个方子 谢谢 我给他的处方 柴虎12克 各根 赤勺各15克 桂枝桃仁 牡丹皮 白纸 黄芹 曼精子 玉金 黄旗福林 各9克 三剂 11月20日反馈 李老师您好 我嫂子那天 吃了您开的第一副药 就好多了 为了巩固 又抓了两副药 现在完全好了 非常感谢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舌相和用药 患者舌尖平直 在平直之中带有一些凹陷 所以患者呢会有头脑昏沉睡眠陷加 这张照片呢 不是太清晰 但对观舌用药来说 影响不大 其舌两侧高损凸起 是肝胆的淤质 加上舌尖部的淤点 所以患者有偏头痛 常年不遇 在舌两侧的印衬下 舌中呢就明显的显得凹陷 但你仔细观察呢 舌中在凹陷的这个局部 是有隆起来的 所以呢会有顽腐胀满 食欲不振的情况 此时可以选用白纸或后破来治疗 上个病例我们讲过了 舌尖部的淤点 同样选择桂枝弗陵丸来治疗 白纸呢 既能通翘指痛 治疗偏头痛 眉冷骨痛 也能治疗鼻塞 流涕 疮痒肿痛等等 还可以除湿开胃 增进饮食 患者口苦 胎逆而为黄 所以加黄琴 黄琴呢 善于清肝火与上胶的火热 从药理上来分析 这个黄琴对咽喉肿痛 偏头痛都有治疗作用 不过我们用药呢 以舌相为准 症状不管是什么 你是头痛还是咽喉痛 还是鼻子痛 还是扁道体炎 气管炎等等 我们不用管他的疾病症状 我们就管观舌用药 就可以了 症状不管是什么 都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 这正是一种处处逢源的意味 我曾说 不求方 而方自来 就是这个道理 舌两措呢 翘起 同样是加浴巾来治疗 舌正中钩的凹陷 加葛根治疗 葛根配合桂枝 赤勺 也有桂枝加葛根汤的意味 此方呢 就是治疗头像 降痛的太阳病的 这就是处处逢源 按舌相的特点 用药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方子 所以患者仅仅服药一剂 就明显的好转 再服两剂 基本痊愈 观舌用药 案例三 我们再看这个病例 7月25日患者求诊 说 李老师您好 本人32岁 有鼻炎好几年了 早晨起来打喷嚏 流鼻涕 秋冬季节更严重 平时爱土痰 不咳嗽 怕冷 大便不顺畅 每次上厕所 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请李老师给个方子 我给他的处方 柴湖12克 桂枝 枝干草 黄芪 环牛西 白吉利 丹参 炒麦芽 玄参 各9克 6G 8月1日 患者复诊时说 李老师吃完上周 您开的六副药 鼻炎有所减轻 打喷嚏流鼻涕的次数减少了 肩膀疼痛大为减轻 蛇根 拨脱胎也长出来了 请您继续给我开药条例 我在前方的基础上 去掉了麦芽 悬身 加了玉金芙0 继续服用6G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患者的这个蛇像和用药 我们先来看初诊时的蛇像 蛇后部波胎显而易见 包括下肢部的反射区也有波胎 蛇胎为什么会脱落呢 总体来说 我们若把蛇质比作大地 蛇胎呢 就相当于土地上的植被草木 草木为什么枯萎脱落了呢 是缺乏生机的表现 总体呢 属于虚中夹瘀的表现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不能展开讲了 肾经受损 所以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 结合蛇肩部的凹陷 类似于苹果蛇 也是佐证了这些诊断 肠道筋液的匮乏 所以导致大病不顺畅 平素阳虚 生发无力 所以胃寒怕冷 这也是导致苹果蛇的原因之一 针对波胎 可以给予黄芪 悬参 意气养阴 阴中求阳 再加上麦芽 行气宽中 补益脾胃 张希纯称赞其能 入脾胃 善消化 兼能通力而变 又善疏肝理气 扶肝主疏蟹 未肾行气 为其力能疏肝 善助肝目疏蟹 以行肾气 以植物种子的生发之力 增强人体的生发之性 岂不妙待 下肢部的凹陷 加怀牛膝 增强补益肝肾的作用 单身白吉利 为舌上的回点而射 白吉利呢 有刺 有刺的东西 都善于开破 增强生发之性 单身 活血溢气 自古有一味单身 眼圣似似物汤的说法 可见其功效不可小缺 全方合用 仅仅六计 蛇根部的波胎 便已长出来了 蛇边凹凸不平之处 也逐渐变得圆顿 蛇根肿大红翅的轮廓入头 也逐渐消散 恢复正常 蛇根部的部分裂纹 也逐渐变浅 蛇肩部的回点的数量减少 颜色 简单 蛇像能有如此明显的变化 说明他的身体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复诊时呢 再加浮灵 浴巾 增强 健脾除湿 疏肝行气解育的效果 防止呢 阳气的生发过度 过犹不及 介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今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继续探讨中医 及蛇诊知识 特别感谢英国 冰峰先生的邀请 徐锦斌女士 及各位工作人员 也由衷的感谢 各位同仁前辈的收看 和指教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